獨派 台派 台獨派 他說周明軒 你怎麼可以說中國好話 就有一個台獨政權來講 台灣島離中國島這麼近 寧可越隔閡越好 寧可雙方誤解越大 對他越有利 所以民進黨真的是在文化上 他的文化台獨是成功了 但是讓台灣的文化的 未來的前景是黯淡的 讓台灣在整個華人社會裡面的地位 是外面在滴落的 民進黨真的是對不起台灣 周明軒因為他被認定為 是綠營的人馬 他曾經幫蔡英文 做各種宣傳工作 然後取得很多年輕選票 所以在所謂的獨派 台派 台獨派 不管他怎麼稱呼的人裡面 他說周明軒 你怎麼可以說中國好話 你去中國回來 就要大力批評中國 要說中國的不是 我來打個 一個光譜現象的一個比喻 如果是今天這個亞中兄去大陸拍了很多影片會來讚美大陸的一個建設 會有人來批評他嗎 不會 他覺得這是很理所當然 很正常的一個 反而他去把大陸說一頓 才會引起綠營的興奮 對於施教授他剛好在中間 他很客觀 因為他有很多人認為他是綠營出身的 所以他談中國的好 他們也不會太生氣 為什麼 因為他也整天在批評台派的想法 所以他是屬於一種客觀的 沒有立場的批評者 那周明軒是認為在光譜的另外一邊 你是叛徒 所以反應的特別激烈 所以綠營非常非常的難以接受 你怎麼可以講大陸的好呢 你人家要學外省第二代王定宇一樣 整天說中國的壞話 都象徵了你對台獨的忠誠 這是他們要求的一個基本的態度 但是我們看到周明軒就說 第一次接觸了中國大陸 他的確是改觀了 所以他很誠實的 很忠實的去講述他內心的一個轉變 難道這樣子也有錯嗎 我覺得這個轉變其實是 我們可以從邏輯上來看 它是有道理的 我們知道剛剛政鋒兄他也在談到了 其實民進黨一直強調 所謂的多元文化 包括我們的賴清德 不是 包括我們的蔡英文 他在接見外賓的時候 他就講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 包括被荷蘭 西班牙 還有被日本殖民統治過 當然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也來了 現在跟美國關係很好 就站在民進黨現在主流論述裡用 他用一個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 但他這個多元文化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他叫削弱中華文化對於台灣的一個影響力 包括我那時候跟兩位講 我那時候在編教科書的時候 我在教科書裡面我就寫說 台灣是一個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 可是這句話應該會合不道理 可是他就硬要把中華文化為主體 拿掉 他就要強調多元文化 所以民進黨的多元文化 其實在去中國化 我想這是第一個整個一個背景 第二個在前幾年的時候 兩岸之間的交流 大概學生很少去大陸都交流 年輕人很少都交流 大概都是企業界的一些往來 那這幾年來有幾個現象發生的 第一個台灣這種多元文化的教育 其實讓我們的年輕人產生了一種 文化的一種虛無感 因為好像什麼都有 但他缺少一個文化方面的一個主體性 文化主體性 這個是民進黨所希望看到的 可是這有一個現象就產生了 當台灣的年輕人 他沒有一個核心的觀念的時候 他在接觸外面新的東西的時候 所以這些年輕人會感覺起來說 這跟我們以前在台灣所受到的 那些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給我們灌輸的東西 好像是不一樣的 我想這是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是他們現在去大陸 跟他們在台灣聽到 這些政治人物講大陸 是一個不同的概念 然後現在的台灣年輕人 他什麼 他很多的諮詢來自於自媒體 那包括大陸現在很多的影視方面 台灣的年輕人 其實看的非常的多 你說拍一部繁花 台灣看的人非常的多 大陸很多的好的節目 台灣也在閱讀 那對一些現在民進黨 當時所塑造的這一群的 一種文化的多元的 一種虛無的中華主義來講 他們反而是什麼 他很容易去接受 因為民進黨所造的那一種 去中國化的多元文化 它其實沒有一個核心的概念 你把中華文化去除掉以後 請問一下台灣的多元化 還剩下什麼 我們鄭英雄寫的書 我看得很好 你說荷蘭對台灣影響 荷蘭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沒什麼影響 就是一個陸地那個甲的概念 一甲地一甲地 我們是用荷蘭來的 但是荷蘭的一甲 跟台灣的一甲 差了幾千倍 那你說西班牙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你在北部 說是什麼船道士 有四千個台灣人受洗 可是整個人家出來的資料裡面 沒幾個做到的 那了不起我們現在會吃西班牙的菜 很好吃 我們喜歡吃日本料理 我們喜歡吃外國的東西 但是這跟多元化沒有關係 文化是牽涉到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牽涉到一個歷史史觀的問題 完全沒有 所以民進黨這幾年來的去中國化 反而把台灣的年輕人 變成一個沒有辦法再去 怎麼講 沒有一個主體性的一個台灣文化 當沒有一個主體性的台灣文化的時候 其實台灣年輕人到哪邊 他反而造成另外一個現象 他吸收能力很強 所以這就是民運黨的去中國化 反而造成了台灣在台灣 失去了一個主體性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時候大陸他這幾年來 他的影視早幾年是韓國 那這幾年是最早是日本 到韓國 現在是中國大陸 那這幾年大陸的強勢的 影視的文化輸入到台灣來 那年輕人當然就接受了 所以我認為說像這個鍾明軒 他這次到大陸去 當他現身注意看了以後 他發現人家有可取之處 然後他其實在他的語言中 他接受中華文化又非常的快速 因為包括我們家裡面的祭祀 包括我們的宗教信仰 其實很多跟中華文化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覺得鍾明軒 他其實反映出了一個 就是民運黨這幾年的 去中國化的教育 其實是失敗的 然後他把台灣跟大陸 作為一個敵對的方式 可是台灣人去大陸 基本上沒有問題 那台灣年輕人 看到大陸這幾年的經濟發展 文化方面的多元 所以說這些鍾明軒 像他們這些人 他們有自我的反省 然後他自己又是自我的媒體 透過的媒體又跨越傳統的 以示力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現象 其實非常值得大家觀察的 也就是在文化兩岸交流 互動過程中的時候 由於這幾年的民進黨 把中華文化給他拿掉了 這讓台灣在未來跟大陸 在競爭過程中 不只是經濟方面 輸給了大陸 可能在文化的詮釋權方面 文化的主導權方面 我們都束手就服了 反而敗壞了台灣 未來在文化產業上 一個大放光彩的機會 也就是斷掉了 以前在90年代 80年代 台灣的文化是引領大陸的 包括我們的流行歌曲 包括我們各方面 我們是帶著大陸走的 可是現階段來講 我們可能慢慢慢慢的 已經被大陸追上了 甚至年輕人覺得大陸的文化 可能才是值得我們去觀賞 去欣賞的 而台灣那個本土文化 它由於缺少中華文化做支撐 它只有這邊抓一點 那邊抓一點 那邊抓一點 到了最後整個中華文化 在台灣的台灣的文化 它越來越脆弱 越來越沒有競爭力的 所以民進黨真的是在文化上 它的文化台獨是成功了 但是讓台灣的文化的 未來的前景是黯淡的 讓台灣在整個華人社會 裡面的地位是外面在滴落的 所以我常常講 民進黨真的是對不起台灣 台灣的年輕人到中國大陸 走走看看不是問題 沒有任何徵兆 沒有任何涵閣 大陸在這方面 對台灣是100%開放 相對的台灣是對大陸 100%封鎖 這是兩相對照 因為就一個台獨政權來講 他們的想法是說 台灣島離中國大陸這麼近 那寧可越隔閡越好 寧可雙方誤解越大 對它越有利 寧可越不交流越好 所以大陸沒事或者國民黨講 我們加強兩岸交流 在民進黨的思想裡面 你們交流是有害 我們台灣的主體性 簡單講就想台獨 那兩位剛才都分析得很好 他的文化中心是空的 因為台灣島98%的人口都是 漢人學童跟漢人文化 然後他們就不斷地去編造一些 我們不是漢人 我們是混血的 我們是什麼荷蘭混血的 西班牙混血的 說他兩個字 鬼扯 可是他必須要這樣才生活 他對他台獨的理念 才能夠有一個文化的 支撐的力道 所以朱高跟蔣隊 政治是高明的騙術 只是台獨騙術不高明 才會上下不接氣 現在問題出在這裡 所以他們對於說 任何想到中國大陸 去著訪念書 任經商的人 他們看起來 你就是可能共諜 所以什麼反勝透伐 什麼一大堆來的 現在就是民進黨 透過這些想要去管控 台灣年輕一代的思想 已經出現了很大的漏洞 因為台灣年輕人 覺得你在說謊 可是這個選票 又回不了國民黨 這選票跑到一個怪咖 柯文哲身上去了 就是一個模糊地帶 你可以看到這種一種 政治選擇 大陸上如果說 有更多的台灣的這些 什麼像館長 還有這些所謂知名的 自媒體的網紅 去參訪大陸 可能會有這種效果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發現到 有一些反作用出來 很多台灣的年輕人 的確如亞中雄所講的 在這種各種程度方面 競爭力是比較差了一點 那他大陸去的話 面對大陸那麼強勁的 內捲的 內捲又是大陸用的 內捲的競爭力的時候 他們會有高度的挫折 高度的挫折就會把大陸 形容從什麼野狼的社會 然後等等的 那回來台灣就是很安逸 所以他反而會跟 對對大陸採取一種 一種想要敵視 然後要證明自己 然後去毀謗大陸的 這種心情年輕人有沒有 有啊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 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義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並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 有何外的折扣喔